这里就是烟熙一个萨贝宁在武汉的豪宅小区了 但是这里的房价真是出乎意料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乔 我现在武汉 这个视频带大家去看一下 烟熙一个萨贝宁在武汉的豪宅小区 就是前方这一个小区了 这个小区的位置还是比较优越的 这里是武汉有名的光谷 在前方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光谷大道地铁站 同时在这个房线的不远处就有一所大学 就是华中科技大学 还有在小区的对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在建的写计楼 以及高端的住宅楼 看到没有 这附近要交通有交通 要人文有人文 要商业有商业 要经济有经济 周边的配套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这个小区里面逛一下 进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花园 这里面的绿化可以看到 还是相当不错的 每天吃完晚饭后 到这个花园里面逛逛走 还是十分惬意的 但是说实话 这个小区的住宅楼 是我来武汉这么久 间隔这么多小区里面 相对比较矮的住宅楼了 现在武汉新建的小区 普遍都是高层住宅来的 走进后看到这些住宅楼 也感觉有一定历史了 据了解这个小区是建于零几年的 距今的话都有20多年历史了 也算是这附近一带最老的小区吧 但是这个小区在当年的话 可谓是这附近的豪宅呀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了 现在可能不是了 还有对于萨贝宁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人没有人不认识吧 他在国内的话也算是一位十分全能的主持人了 既可以风趣幽默 又可以严肃专业 同时他也是武汉人来的 而且的话他也十分深爱他的家线 平时的话也会经常回来武汉 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停了很多小车吧 但是没有看到一辆特别好的豪车 感觉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人都是比较低调的 那大家好奇这个小区的房价是多少吗 我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现在这个小区最新的二手房均价 大概就是一万七左右 是不是不敢相信呢 堂堂一位烟是一个在武汉的豪宅小区的房价 居然是一万多一平方 刚才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也是不敢相信啊 但是这个小区在零几年的时候啊 是卖到了三四千一个平方吧 在当时来说的确是挺高的房价了 也算得上是当时武汉的豪宅 但是说心里话 萨贝宁这一套豪宅 先对别的明星动辄几千万剩计三亿人的豪宅来说 实在太低调了 可能这几是他的房产第一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明星名人都有好几套房产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 在武汉的朋友 如果想跟萨贝宁做邻居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在这里买一套房 也只要一百多万而已 好了 这里就是一样是一个萨贝宁在武汉的豪宅小区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细评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细评见 拜拜